最近有很多同学给我私信 问了我许多如何跟英国学校 argue的这个问题 我希望做这么一个视频 跟大家详细的解析 介绍一下什么才是argue 大部分同学们想argue的问题 基本上不超过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得到了聚讯 如何让学校录取你 第二个是学术成绩达不到condition 该怎么办 能不能让学校降低录取要求 第三个是语言达不到 学校的condition 或者说能不能让学校免雅思 第四个就是对学校的给分不满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确定的一点是 跟大家所在网上看到的 或者从中间那儿得到的信息 或者是我们口口相传的信息 不同的是并没有argue这个词 也就是说对于英国的招办员工也好 英国的老师也好 当你说我要argue的时候 他并不明白你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 事实上之前有视频 我有解析过 作为一个申请者 你跟英国大学也好 你跟英国大学的招办也好 是一个service provider 和customer service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是他的顾客 他给你提供了这个申请的这个服务 因此你们之间并不存在argue argue这个词大部分在英语的语境中 它其实用于一种争论 一种为自己辩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你在申请的过程中呢 不管是以上说的哪一种情况 都不存在这个argue的可能性 会收到很多同学的邮件呢 或者是电话 会说中国学生就会用I want to argue 或者说argue letter之类这样这样 然后这些全都是不对的 英国的工作人员看到会一脸闷 他们根本不明白你这个argue是什么意思 因此呢希望大家之后在联系的时候 不要再用argue这个词 而且argue这个词 在这个语境下没有任何积极的含义 在解释了为什么不存在argue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深入地说一下 那什么才是所谓的打引号的argue 其实这个argue就是跟学校沟通的一个过程 我之前说的那四大类问题 对我们来说无非就分做两块基本操作 第一个基本操作就叫feedbacking 第二个就是ticking flexibility 那接下来呢我会更加深入地解释一下 什么是feedbacking和什么是checking flexibility feedbacking就是咱们中国同学询问的最多的 我该怎么argue我的句信 当你的申请被拒之后呢 你希望知道原因 或者你希望学校收回的这个句信的这个操作 在学校层面来说就是feedbacking 就是你向学校要一个反馈 那每个学校对申请反馈都是有基本操作的 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 当你发了一个argue letter给学校之后 很多学校会给你一个模式化的一个回应 这个回应简直就是模板 跟学校求情啊 或者说跟学校argue 为什么被拒的这个过程呢 在学校看来无非是你要一个被拒的理由 所以我们会有模板 而且会根据你的rejection code 给你一个模板式的回复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给所有的同学的建议是 如果你拿到了一个句信 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拒 或者你非常想去这些学校 你就可以跟学校发一封邮件 问一下你为什么会被拒 从学校拿到这个feedback之后呢 你再根据这个feedback所给你反馈的你被拒的原因 有针对性的再跟学校去沟通 因此与其说你写封很长的邮件 或者说把你所有的优点列在那里 对于工作人员来说都是无效的 他只不过是要看你到底需要什么 再长的一个argue letter 你最后收到的全都是一个模板式的回复 第二点什么是checking flexibility 就是学校上下能够浮动几分的这个规定 如果学校给你的offer是要求达到80分 你只有79分或者78分 你想跟学校argue把你的这个offer要求降低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大部分学校做不到这样 因为学校所有的录取标准也是一个死规定 但是呢每个学院每个不同的专业 他会根据他那一年的招生人数和招生目标 以及那一年的一个申请的情况 上下浮动2%到3%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达到学校condition 你想知道能不能学校为你降低要求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跟学校确认学校今年的宽松度是多少 大部分学校大部分的专业是1% 那有的专业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会2%到3% 这个规定也是死的 所以当你给学校发argue letter 希望它能降低要求的时候 无非是跟学校确认今年的它的这个flexibility 它的灵活度是多少 它也是一个死规定 所以你在邮件里面写再多的内容 写再多有多优秀 都是没有用的 再说一下这个语言呢 语言同样是一个死规定 每个学校能够接受哪些语言成绩 哪些语言成绩能够给你办签证啊 你在英国读几年书才能够绵雅思 这个规定也是死的 在你回复学校邮件 问他们不能绵雅思的时候 也是跟学校确认它的一个规定 这两类所谓的argue 都是一个跟学校确认他们的规定 跟学校确认他们的原则的一个过程 最后说一下 就是有一些同学已经在英国读书了 然后对自己的成绩不满 然后希望去argue的时候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appear 我有一个视频非常详细的解释 如何appear和appear是个怎么样的程序 那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点击去了解一下 appear在学校层面 它不再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它是一个提出申诉 或者是提出投诉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都要复杂很多 一旦你的成绩release 你的成绩公布之后 你对成绩不满 本质上是对你的这个成绩的 给分的一种不公的挑战 所以说你会提供更多的材料 你需要更长的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更加复杂 更加严肃的一个过程 那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些 我们跟学校所谓的argue 或者说沟通中 可能用到的一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 也是我强调了无数次的 就是直接直接直接 千万不要写一封邮件 从头到尾充满情怀 你怎么努力 你怎么优秀 你这么喜欢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是你的dream school 是没有用的 因此你就是非常直接的告诉他 我要feedback 我知道为什么要被拒 那拿到被拒的理由之后呢 根据被拒的理由 再来论证他这个被拒的理由 有哪些不合理性 中国学生被拒的理由 最多的一个是 学术成绩不达标 或者你的本科学校 不在学校的招生的list上面 还有一部分情况 是因为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不达标 那第四种情况呢 就是说你的co-module 或者是你的module的含量 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啊 那顺便想分享一下啊 刚刚我说的几个被拒理由中 最容易成功 或者说相对来说 成功率比较高的是什么呢 成功率比较高的是 因为co-module把你拒的 中国学生的成绩单 非常的复杂 grading system 没有办法一眼明白 很多成绩给优良中差 有的给合格 这个其实对招生办的行政人员 尤其是他是英国人啊 的话是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他看不懂 中国本科学生的中文成绩单 和他的英文翻译之间 存在很大的问题 翻译并没能真实的 翻译中文的成绩单 有些学校对要求你上过一些特定的课程 比如说要求你上过宏观经济 微观经济 或者要求你本身有一个很强的数学 计量学的一个背景的时候呢 你的成绩单很大程度上 没有办法反映出这些内容 那你可以通过一些解释啊 比如说跟学校解释 你上过哪些跟计量学有关 或者经济有关的课程 或者说有的学生会提供他们的GMAT 或者加一的成绩 来反驳学校对你的拒信 个人工作生涯中啊 拒信成功的少数案例中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个案例 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案例 当时的这一个学生 他是没有上过任何 跟水利工程相关的课程的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学的一个背景 当他申请水利工程的时候 他就被拒了 被拒的原因就是 他没有跟水利做过相关的一些工作 学生在问到feedback之后呢 他就提供了 他参与了哪些跟水利 或者跟海岸工程相关的项目 上过哪些课程跟这个相关 然后我们把这些内容交给他们的course leader 就是他以后的系主任之后呢 系主任认可了 虽然在成绩单上并没有显示出 他有很多水利工程的背景 但是他确实参与了这些项目 因此是把他的这个registering来收回了 如果你的学校不在list上 PS不达标 然后希望通过argue 再提供一篇新PS的可能性呢 就比较低 前几年英国的学校比较倾向于 给你第二次机会提供新的PS 但是这几年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加和学校招办的 机械化的一个招生过程 那提供新PS的机会就越来越小了 那最后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之前说的如何跟学校有效沟通的这个视频 因为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非常详细的解释了 学校招办所用的一个沟通系统 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 或者说想了解的 也欢迎给我们弹幕评论或者是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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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